从今日起,因施工队修缮楼梯的需要,本楼的楼梯暂时无法使用,请居民同一乘坐电梯。 特此告知,我们的施工队会在每天晚上十点半至四日凌晨六点对楼梯间进行围保,期间会产生噪音,尽情谅解。 除围保时间外,施工队不会在楼梯间工作,因此楼梯间的入口会被拉上红色的警戒线,各楼层的消防门也会被封锁,居民千万不能擅自入内。 再次提醒,仅有需要的居民务必乘坐电梯,谢谢配合。 我是一名普通的打工人,今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没想到老板又临时加派了一个任务,我必须赶快赶回家立刻完成。 哎呀,等电梯的人这么多,好烦。老板又在催,算了,管他呢,我还是走楼梯吧。 于是,在心急之下,我翻越过了那道红色的警戒线。 在一楼的入口,我看到了一张白色告示。 如果您看到了这张告示,请在一分钟之内立刻离开楼梯间。 如果您无法及时离开,那么请阅读并遵守以下的规范。 第一,记住现在楼梯间的环境,把现在的场景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在走楼梯的时候,请务必一直回忆该场景。 第二,请确保楼梯间只有您一个人。 如果在走楼梯的时候,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或者感觉背后有人在跟踪,请您立刻停下脚步,不要回头。 回想一下曾经让您愤怒或者怨恨的事情,直到脚步声和异样感消失。 第三,在走楼梯的时候,不会有邻居突然打开门,邀请您做客。 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请严慈激烈地拒绝它。 如对方执意拉扯您进屋,必要时可以采用暴力挣脱。 第四,楼梯间没有供桌。 如果您看到了供桌,请留意一下桌上是否有遗像,以及是否有供品。 如桌上有遗像,且有供品,直接无视,继续前行即可。 如桌上有遗像,但没有供品,请立刻折返下楼。 同时,紧怀着愤怒的情绪,并大声咒骂。 如桌上没有遗像,请跳转至第六条。 第五,楼梯间不能接听电话。 如此时有来电,请立刻挂断。 第六,请回忆一下自己进来多长时间了。 如果您感觉走了很久,却依然没有到达,请拿出随身携带的任何一个小物件,放在地上。 小物件有助于确定位置,且它无法改变这个。 第七,如您按照第六条执行,却发现自己回到了摆放小物件的位置,请立刻折返下楼。 第八,您的邻居没有开小卖部。 如果您发现有小卖部,请买三个黑色的花圈,但是绝对不能购买其他东西。 第九,楼梯间是有消防门的。 虽然此条会让你感到恐惧,但是没关系,眼下您只当自己已经处于异常了。 保持冷静,不要害怕,不要恐惧。 第十,请时刻留意您所处的楼层。 如果在三楼,请放上三个花圈。 期间,请一定要表现出悲伤的情绪。 必要时,可以假装痛哭,直到花圈开始褪色。 如您手上没有花圈,请直接前往三宁四室。 第十一,三楼楼梯间有菩萨的雕像。 如果您看到了,请不要惊讶。 请留意菩萨像的摆放的位置。 如果是背对您,请立刻前往三零四。 如果你没有看到三楼的菩萨像,请同样前往三零四室。 第十二,如果在七楼,请看一下楼梯的拐角处是否有人。 如果没有人,请继续前行,并严格执行第一条。 如果有人,且该人是面朝你,请立刻折返下楼,并大声咒骂。 如果该人是背对着你,请无视并绕道而走。 第十三,在第十二条的情况下,如果您折返下楼,却发现另一边依然有人面朝你。 此时,请您深刻反思,是不是做过什么伤害他人的事情。 如果是,则您目前处于十分紧急的情况。 请估计下,自己当前的楼层的高度减去九米之后的数字。 只要在您可以接受的高度,直接跳下去就行。 这也是一种逃跑的办法,希望您平安无事。 如果您曾经并没有伤害过他人,那么请大声咒骂,并假装生气地绕过他们。 下楼后,左转,您会看到三零四室。 第十四,深圳不怕隐自习。 有些结局,必然注定。 眼下,我已经被困在楼梯里很久了。 这里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始终走不到我住的楼层。 这里的楼层号全部是混乱的。 一上去是四楼,四楼上去是二楼,二楼上去是七楼。 刚才,我太饿了,就去邻居家开的小卖部买了一些零食。 啊?这是什么? 怎么会在七楼拐角处看到一个身穿绿色兽衣的人? 实在是太诡异了,我很害怕,立刻掉头就跑。 不幸的是,当我跑下楼却发现在另一边也有一个穿着红色兽衣的人堵住了我。 他面带微笑,朝着我招招手。 我现在很确定,我撞鬼了。 可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呢? 凌乱的思绪让我几乎崩溃。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被困在这里。 唉,头好痛。 无奈之下,我看下了前方的那个人,一边抱粗口,一边硬着头皮,下了龙。 万幸的是,那个人并没有什么反应。 此时,我看到了左边一间棕色的门,上面写着304。 我是鬼爵,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